一个平行于现实世界的黑暗世界 为了侵入地球不惜代价的外星生物 一个看似平静而实则暗流涌动的小镇 是什么造就了这部1995年的恐怖游戏神作呢 由黑暗艺术家吉格尔的美术作品打造的黑暗之谷 二下半部分的故事即将到来 男主角麦克道森成功地发现了黑暗世界的秘密 并且获知了外星生物古人企图侵入现实世界的阴谋 此时他别无选择 指着一己之力拯救两个不同的世界 道森从囚禁祭司的建筑中走出 继续向前方调查 于尽头处发现了一处戒备森严的建筑 一个塞伯格守卫看守在此 通过交流警卫警告他 古人禁止一切人员进入这里 为者格杀无论 道森从警卫口中得知了早先哼哈二将的谜语线索 于是继续搜索其他区域 对应着现实世界中的汉格餐厅 黑暗世界中也有一家餐厅 只不过里边弥漫着腐臭味 原来这位老板所贩卖的是一种人类看来很恶心的腐肉 据悉古人奴役了黑暗世界中对应地球的这颗星球后 将大量的不地品撸走了 如今餐厅中只剩下一些电子害虫们才会食用的腐肉 而所谓的电子害虫 就是左边墙壁中时不时露出脑袋的东西 道森收下的腐肉已被不时之需 他来到黑暗世界中的市政厅 只见里边有个相貌奇特的黑暗人正在审判自己的同胞 那些被抓起来的人都是之前落败的抵抗军 只见那审判官轻描淡写地给反抗者判了死刑 道森心中一阵疑惑 质问审判官为何对自己的同胞如此的心狠 判官发现道森是人类 便反问道森是否已经向古人效忠 道森深暗阴阳之道 于是联邦说自己是古人的忠实俘虏 判官借机问道森 古人的信仰是什么 但是道森胡逼拽 答错了 没想到直接被判了死刑 这下可好了 他被扔进一处尸骨堆 死亡与绝望弥漫的目所能及的角落 道森发现某具尸体的手上绑着一张金属卡片 刚要拾起 竟然被一个王魂碰瓷了 抢回金属卡片的道森 准备立刻离开这个地方 他启动了一旁的传送设备 不知来到了什么地方 在悬崖边 一个黑暗世界的女人挡在前边 他告诉道森 这里是黑暗世界的明河 而他自己则是灵魂守护者 一切在黑暗世界中死去的人都会经过这里 言下之意 道森已经死了 道森着实被吓到了 这一切太突然了 他突然想起祭司之前说过的话 黑暗世界中的一些变化会影响到现实世界 灵魂守护者此时突然告诉道森 他是一个特殊的人类 身负着重大的使命 此时他可以拿回自己的生命 但是需要付出代价 如果道森在黑暗世界中重生 那么现实世界中就会随机死掉一个人类 作为他的替死鬼 总之道森权衡再三拿回了一条命 他沿着台阶走了上去 从一处黑暗的房间中醒来 出来之后 他发现这里正是黑暗世界的动力中心 那张金属卡片正式通行证 道森成功地回到了黑暗世界的监狱前 正确地回答了哼哈二将的谜语 进入了监牢 一只婴儿模样的电子骇虫看守着这里 道森拿来的腐肉派上了用场 只见那骇虫贪婪的啃食着肉块 道森趁机进入监牢 这里关押的正是多次召唤道森的卷轴守护者 在一代中 他在现实世界中对应着图书馆观的延苏 而黑暗世界中的他此时已经支离破碎 原来古人为了方便杀掉现实中的人类实验体 于是改造了黑暗世界中的某个生物 赋予了他人类的外表 这种变形者可以成功地穿越到现实世界 且不会短期内死亡 经过一阵交谈 守护者建议道森回到现实世界中和市长谈一谈 总之道森要在巨兽复娥之前 取得三件圣物并得切断垫里 道森在回去了路上又看到了各种震撼的场景 一个长相奇特的人被区别者封住了嘴 现实世界中的冰箱贴居然在这里有着奇笑 只听了怪人嘴中念叨着奇怪的话语 不断提到一个数字6 而某个坚硬的培养品中 一只可怕的怪物正在不断地成长 这东西也许就是巨兽 但目前道森无法对他造成任何影响 回到了现实世界中的道森在政府大厅前 遇到了弗莱明市长 多年未见市长依然记得道森和他的父亲 交谈几句 市长似乎并不认为道森是嫌疑犯 且声称自己遇受爱者利塔并不熟悉 听起来他似乎更在意自己的选情 随后他以开会为由进入了大厅 道森随即来到市长的车子旁 靠小工具解锁了车门 从市长的公文包中翻出了一张利塔的果照 道森顿时气不大一处来 看来这个弗莱明市长和利塔有着一腿 他之所以盼着案子尽快结束 可能只是因为他不希望丑闻报了 为了再进一步调查警长与利塔的关系 道森偷偷报警 谎称附近的冰店发生了抢劫案 引开了蒙在鼓里的警长 趁机来到了办公室中 道森从抽屉中翻出了警长曾经受贿的证据 甚至也翻出了一张利塔的照片 看起来他这个昔日的恋人利塔 是小镇搞破鞋的专业户 气愤的道森回到家门口 恰好朋友杰克又来找他了 两个人就这两张照片展开了讨论 道森想将调查重心 放在和利塔有染的两个人身上 而杰克则建议他注意拉森法医和市长 道森来到了台球厅 用严厉的口吻责问小混吉米 为何要在案发当夜与利塔家外徘徊 吉米仍然愤怒地回避着 然而当道森问到梅丽莎时 吉米突然否定梅丽莎与这些有关 看着如今身为市长夫人的梅丽莎 道森感觉到这里边还有更多的绿帽子 此时斯特林正坐在自己那简陋的棚子里 他依然相信是外星人杀害了利塔 道森在现实世界中找不到答案 准备回到黑暗世界探索 在路过游乐园的时候发现了一处游戏区 这里一个转牌游戏区 恰好对应着黑暗世界的怪人面孔 于是他按照记忆选择了6这个数字 恰好中了奖 如果说一切的事物在两个世界中都会相互变化 那么这个奖品玩具熊在黑暗世界中会是一个什么东西呢 当道森来到黑暗世界中的同一个地方时 发现手中拿着的竟然是一个怪物 这怪物正是巨兽的模样 他立刻把那东西扔进了缺口处 随后附近的城区电力系统突然失灵了 原来这东西有奇效 在黑暗世界的城区 他来到了一处外观恐怖的建筑中 这里边的黑暗人都对一种药物上了眼 这些人的造型均来自于极个儿经典的美术作品 此刻如果道森不急时切断电力 那么他就会被电死 再次回到明河 一旦复生又会多出一个替死鬼 道森从建筑的另一侧走出 仿佛来到山崖边 未曾见过的异兽从空中思鸣而过 一旁的山洞中 有一个体型巨大的人躺在那里 原来这个人就是黑暗世界中 试图反抗古人的葛斯 如今的他奄奄一息 已经做不了什么事了 道森向葛斯询问关于古人的事情 原来这个黑暗世界的同一星球上 竟然没有人真正见过古人的样子 那些外星侵略者从未露面 葛斯希望道森能从现实世界中 帮他搞定一些止冲药 道森回到现实世界中的游乐园 想要巨人帮自己移开重物 拿些小丑的止冲药 但巨人依然不愿意搭理他 道森把黑暗世界中 顺出来的铁器扔给了巨人 只见他仿佛触电一般 突然火力满满 作为感谢 他把全部的止冲药都给了道森 原来那个卖票的小丑 因为长时间站岗 已经犯病挂掉了 沿途再次造访罗马来夫人 道森试探性地询问 他丈夫被烧死的真相 但夫人显得惊慌失措 显然在隐瞒着什么 在黑暗世界中得到止冲药后 作为报答 葛斯告诉了道森 三个圣物所在的地方 也就是发光的神灯 正义之剑 还有卷轴 同时他还把自己的武器 送给了道森 道森多次往返于两个世界 依次收集了卷轴和发光的神灯 在返回现儿世界之后 道森发现小混音疾迷 鬼鬼祟祟地前往罗马来的大宅子 显然他和罗马来夫人 似乎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勾当 道森贴在窗外 听到了不得了的事情 原来罗马来老先生 是被他的夫人和吉米设计害死的 这样一来 高额的保养费 就被他们合伙私吞了 道森急忙偷拍了证据 紧接着头痛再次袭来 道森只得回到诊所 再次接受催眠治疗 梦中他回到黑暗世界 看到了奇怪的场景 我和你朋友里面 你会写死的吗 和其他其他朋友 谁吃的吗 人家饭吗 有什么比较的 鞋 黑暗世界 是特别好吃的今天 就是我们 Dark World 是健康的 健康的 你对骑鞋 你的肩肉是痛苦的 你真是严重的 你真是严重的 梦醒后,道森立刻离去了 他回到家门口与杰克商量对策 此时他确信小混吉米就是凶手 他很可能就是给古人改造的变形者 道森回到了台球厅 发现斯特林和吉米已经剑拔弩张 一阵戏剧像的冲突之后 道森找到了斯特林 与他交流看法 原来市长夫人梅丽莎和混混吉米 也有着不可告人的勾当 因为市长和利塔有染 所以梅丽莎有借助吉米之手杀掉利塔的可能性 道森收下了信件和那把枪 回到了黑暗世界 没想到动力中心的柱子上又多了一个脑袋 竟然是市长弗莱明的 一切再次错综复杂起来 道森在武器店中将手枪交给了武器匠 后者帮他打造了一把有机武器 这东西在现场世界中一瞬间可以搞定N个目标 道森一顿操作把游乐区的小哥吓懵逼了 你能够拿你的资料 但我并不想再看你的面子 于是道森收下这有大用的奖品后准备离去 没想到警长已经调查到此处 他声称市长刚刚于公园中被杀 并且他本人依然怀疑是道森干的 道森解释不及 便把揭发吉米的信交给了他 警长声称FBI探员卡农已经抵达小镇 不久后就会找到道森本人 头痛的道森再次回到了诊所 这一次催眠治疗中他梦见了五金店的老板保罗 欢迎回来的朋友们 我们今天在《Let's Make a Death》是 Mike Dawson How are you, Mike? Okay, I guess What's going on, Paul? It's your lucky day, Mike You get to choose one of three holograms and learn something about this mystery you're trying to solve Which hologram will it be? Uh, hologram number one, please Hologram number one is the lovely Rita Scanlon alive and well Mike, you're so wrapped up in your own little world he didn't kill me You know, you really ought to read more I could have helped you like I did Mr. Ramirez the mayor and Doc Larson Ouch! Not quite the reunion you hoped for, was it? Choose another hologram Hologram number two Hologram number two is the not-so-honorable Mayor Fleming You know, Mike You and Rita just didn't have the right kind of interest You just didn't click the way she and I did If you know what I mean Oh boy I think I got the picture And so did you, Mike when you found those photos of Rita in the mayor's car? I bet that got your engine running Choose another hologram Hologram number three Hologram three is a real smooth operator Doc Larson Rita didn't have much time for you, Mike But she somehow found time to bring me my medical textbooks You don't suppose that got her interested in playing doctor, do you? Are you jealous, Mike? That's what you get for sneaking into my office and stealing my little black book! That must have been a bitter pill to swallow I'm sorry, Mike There's no prize for you in any of the holograms But we do have a lovely parting gift for you All the hardware you'll ever need A beautiful set of steak knives Sharp enough to cut again And again And again And again Mike? 一切又暗示着 丽塔和保罗有些许关联 保罗也有可能是变形者 道森不顾西姆斯医生的劝阻 起身离开 没想到刚一出门 就遇到一个FBI 此人就是卡农探员 话不投机半句多 他这个人比警长还离谱 道森一拳帮他进入了梦乡 跑回了黑暗世界中 道森关闭了武器店周围的店里 发现那位武器匠 因为私下造武器给道森本人 已经被古人的傀儡杀掉了 而在一旁的建筑中 道森发现自己一年前的大宅中 看到过的图像 古人的计划果然遍布在各地 而小镇所对呢 正是他们的电力中心 道森开始调查保罗的秘密 他偷偷地关掉了水龙头 引开保罗之后 进入了他们家中调查 在卧室中竟然发现了一处暗门 原来保罗家中藏着一处密室 这位武器店老板 原来早就已经知道 黑暗世界的事情 他在这里创建了一个邪教团体 并且利塔和市长弗莱明 也是其中的成员 他通过某种召唤仪式 来召唤某种东西 显然另一个世界中的某种力量 也联系到了保罗他们 并派遣了一个使者来到现实中 这时保罗走了进来 他想杀掉发现秘密的道森 但却被道森反杀 死之前他被秘密透露给了道森 他们起初只为了召唤死去的人 保罗想要和去世多年的母亲再次说话 而利塔则是想要召唤死去的作家和诗人 没想到却被黑暗世界中的某种东西注意到了 于是那些力量开始蛊惑 并且控制了保罗他们 这可能正是古人间接发现这个小镇的契机 于是他们开始利用这里的人类作为实验品 首先死掉的都是邪调团体中接触过黑暗世界的成员 也正是利塔、市长弗莱明 甚至马上要挂掉的保罗 一切似乎早已注定 根据保罗死前说出的话 他似乎并不是那个变形者 那么杀掉利塔和市长的变形者究竟是谁呢 道森丢下了死去的保罗迅速逃离 他借机引开了代警长布朗 随后成功地潜入了利塔的房子 发现利塔留给母亲的信 才得知原来高中时期的利塔并不占爱自己 不太太事了 我出带到Mike Dawson昨天的夜晚 他很美 但他有些情感 他开始似乎像一个疲惊 然后我怕他会受伤 什么 那是那屌子 她没有太多意义 她只是在我玩 在几个分钟 我去训练中的联系 在公屋的房子 这绿帽子戴的浑然不绝 道森发现卧室的镜子上有张奇怪的门票 这时镜子中出现了奇怪的现象 你认为你已经解决了所有东西 不认为你,Mikey boy 我以为你是在前面停止 真实是很可恶的 杰克不知何时出现在镜子中 道森一时没有头绪 他拿着那张门票来到女巫潘多拉面前 要他帮自己算贯 只见潘多拉的魔球中出现了道森童年时期的记忆 Mikey, there are no monsters in the closet 原来在房间中的那道门并没有锁住 里边可能藏着某些秘密 道森回到家中,打开了那扇门 发现里边竟然有一面镜子 那显然也是一道传送门 里边的世界同样是一间卧室和一张床 有一个人住在这地方 并且偷偷地穿越到现人世界中的道森房间中 也就是说,变成人类的凶手 一直就住在黑暗世界中的道森家 旁边的鞋盒引起了道森的注意 里面竟然还有母亲丢失的刀子 道森顺着旁边的门走出 竟然回到现人世界的厨房中 母亲依然在坐着早餐 道森疑惑地询问母亲关于刀子的事情 没想到母亲脑袋竟然炸 随即当场狗带 同时锅里边出现了丽塔的幻影 丽塔告诉道森,古人知道的巨兽已经接近于孵化 如果再不阻止,一切就来不及了 那巨兽一旦进入了现人世界 人类将没有任何办法消灭他 黑暗世界中的三样圣物结合在一起 才能彻底消灭这些古人 回到黑暗世界中 道森发现培养敏的玻璃罩已经破了 显然巨兽已经跑掉了 于是道森拿着正义之剑开始追踪那头巨兽 在黑暗世界的迷宫中 他终于找到了巨兽 双方如同百米冲刺一般 争先冲向那道传送门 道森领先一步到达 刺激杀掉这头刚刚出生的巨兽 终于那东西死掉了 道森回到了动力中心 此时的柱子上 已经整整齐齐挂满了五个人的脑袋 道森聚集了三件圣物 切断了飞船的电力系统 间接炸毁了古人的飞船 那些沉睡在其中 从未露面的怪物们灰飞烟灭了 道森醒来时 发现自己正在诊所中 杰克出现在一旁 而西姆斯医生也都被杀掉了 他被捕了 记得 Mikey Boy 我们死了他 他被捕了 你为什么我们死了 Dr.Sims 你不明白 你和我 我们都在一样 你什么都在说 等一会 你是个形式 你又是错了 Mikey Boy 如果你没有解决 我完全没有在一起 I'm you and you or me and we're all together, get it? No, I don't get it. How can you and me be the same person? World counterpart, Mikey. A manifestation of your own sick mind. If you don't believe me, grab the knife and try to kill me. Come on, Mikey boy, give it a try. 原来真正的凶手,竟然是黑暗世界中对应的道森 一直以来他从未注意到这一点 忽视了两个世界中互相之间的影响 道森临死之前都被蒙在鼓里 警长和戴警长都认为是道森杀掉这些人之后选择了自杀 而杰克则嘲笑着这些人类 随后回到了黑暗世界中扬长而去 他到底还想要做什么呢 而作为观众的我们更是面对着两种可能 杰克究竟是道森黑暗世界中的化身 被改造成了变形者去杀人 并成为两个世界战争中的胜利者 亦或者仅仅只是一位病入高慌的精神病人头脑中的异象呢 我认为明显还是前者更有可能 简单分析来说 黑暗世界和现实世界都是相对应的 理论上一切都是相反的 也就是说黑暗世界中的人在现实世界中也有对应的自己 反之亦然 一般情况下双方无法感知到对方 但一些特殊的情况下会互相产生影响 比如说一代中的图书馆脸 苏对应着黑暗世界中卷轴守护者 守护者本人并不知道现实中的自己是谁 但却利用自己在黑暗世界中的力量 潜移默化地影响到了图书馆管理员苏 间接引导他帮助了道森 可道森在黑暗世界中对应的那个生物 正是被改造成杰克的家伙 他被古人蛊惑控制后 在现实世界中接连杀害了无数人 道森本人也惨死于他的刀下 最终黑暗世界失去了全部的守护者和大部分居民 成为了无主之地 显然杰克成为了唯一一个可以往返于两个世界 且融合了两种特征的存在 现实世界中的人类看不到他 他可以为所欲为 而相对的他又强于黑暗世界中剩下的人 也可以为所欲为 他作为投机者最终取得了胜利 显然这两部经典的恐怖游戏 借用极个儿的艺术作品 成功地塑造了一个充满黑暗美学的世界 《黑暗之谷》系列游戏由CyberDream工作室打造 初始成员只有四个人 也包括游戏的主角扮演者 剧本设计师迈克·道森本人 这个小团队想打造一款艺术性十足的解谜游戏 道森本人借鉴了洛夫克拉夫特的小说和大卫林奇的部分作品 道森撰写出《黑暗之谷》的原始版本后 大家决定重金聘请大名鼎鼎的吉格尔担任美术指导 吉格尔显然被他们的诚意打动了 并愿意将自己的大部分美术作品提供给CyberDream小组使用 有了吉格尔的协助,小组不辞辛劳地制作出了《黑暗之谷》一代 为了完美贴合吉格尔的美术风格 他们牺牲了画面的色素 转而成就了作品的高分辨率和动态表现 为了节省经费 他们更是干脆自己也磕串成为了游戏中的角色 甚至连一代中的大宅都是原封不动地搬照了 现实中公司初期的临时地点 不过一代的成功并没有给这个小组带来什么惊人的收获 他们反而损失了一批成员 比如一代的剧本设计师麦克·道森本人 而到了二代的时候 新的编剧借鉴林奇当时影响力爆表了双峰前两季的基点 构建了一个表面安宁 实则暗流涌动的小镇 同样一位年轻女子的惨死拉开了序幕 他制作《黑暗之谷2》的同时 当时CyberDream的团队还开发另一款神作《无声狂笑》 这部作品到后来成为了游戏史上的早期经典 但这种小团队的每一次创作都相当于赌博式的冒险 一旦某一部作品失败 就会像多米诺骨牌一样牵一发动全身 不久之后由于《无声狂笑》等作品销售惨淡 CyberDream因为入部敷出最终宣告破产 尽管在探索的团队失败了 但他们终究还是留下了这些冒险解谜神作 尤其《黑暗之谷》和《无声狂笑》最为著名 以上只是简单的提了提《黑暗之谷》创作团队的经历 而作为多元领域的UP 不不不,其实是双方样板系的UP 总之这几期视频注定只是一个影子 接下来的日子里 韦哥还会着重讲述吉格尔本人的故事 以及他如何创造了包括 《异形》和《沙丘》电影造型在内的奇特艺术作品 好了,咱们后续内容回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